大埔走 靚家家 轉步馬不準備 七場四班1650 泥地杯賽 現在開閘時架起手蠻 前面快的馬靚家家 慢慢殺進去 中間笑傲非凡 外面五星特攻 最出灰馬還有衝勁 內蘭那邊灰馬大埔走 中間還有曾幾何時 大運舞台 後多陣的馬 還有黃牌 內蘭位置黃衫威勢之寶 最後多少個馬靚 才看到封煙四起外面 中間夾著好腳頭 尾衫和諧氣氛貼欄 尾衣架起暫時電流 想贏就贏 開始把對面直路 前面笑傲非凡 放到出來跑 五星特攻跟著第二位 最後第三位 內蘭就是靚家家 第四位大運舞台 外面有衝勁灰馬 最出還有四搭 封煙四起外面發力 外面還有好腳頭 大步走 內蘭紫色衣服 旁邊還有曾幾何時 後面五匹馬 黃牌 威勢之寶貼欄 再後面想贏就贏 啡色衣服 後面又是田泰安的威勢之寶 大面箍的一隻 拼到最出來追 有黃牌 鬥到最後三把 前面透出的馬 有五星特攻 鬥著靚家家 從馬林中追上來威勢之寶 外面大步走又不多了 在外面黃牌 接近終點 靚家家佔 威勢之寶先過五星特攻 追靚家家 威勢之寶最靚家家 兩匹馬相當接近 大步走第三 第四 五星特攻 結果這場賽事 大家都貼爛 不過威勢之寶 被動點 而主動點 就是靚家家 發力先 八號是靚家家 走掉了 後面 十二號威勢之寶 逐步逐步上來 第三 大步走 第四 五星特攻 非常接近 要拍照 結果裡面 靚家家八號外面 威勢之寶 終點線 似乎八號機會高些 背拖尾 十二號的威勢之寶 五號碼 第二 第三 第一號的大步走 莫雷拉 第四 十二號的五星特攻 王浩嵐 非常接近 最後 如果靚家家 顯示是5.1倍 大步走 最後還以為沒有 誰知道那幾步又還多 它很奇怪 上下下下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领佳佳赢出的,背拖尾,这匹马再赢这个路程。 好,有预计派彩了,跑第1名8号的美佳佳,独赢派51元,位置派20元,跑第2名12号威势之宝,位置派23.5元,跑第3名1号大暴走,位置派15元,连赢位8答12,派224.5元,三重彩8号12号1号顺序派1100元, 单T1号8号12号派167元,位置Q8答12,派69.5元,一答8,派33.5元,一答12,派49元,跑第4名11号五星特攻。 三选一日预计派彩了,胜出组合A2隔夜半夜门预计派23元。 四连环预计派彩1号8号11号12号派359元。 四重彩预计派彩8号12号1号11号顺序派9144元。 四重彦预计派3号11号5号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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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77号11号11号11号13号11号12号12号11号 Ugh 四重彦する赢位置大摩! 杯汤尾 盛回杯 上次大摩的两只杯没粉 看看班长 香港中华总商会杯 盛回大合照 盛回影片 起步了 上赢就赢就慢了 另外架起 封烟四起都不快 前面推着上来 那只曾几何时 最後落飞落得挺厉害 但推也不够快 靖加加搶了他的位置 外面笑傲非凡大我 当成五星特攻 后面四只 貼蓝大步走 外面曾几何时大运舞台 另一只灰马就是那只有冲勁 中档位置二号大白鼻梁 那只是王牌 萊蘭威世之堡 外面好脚头 封烟四起走外踏 电后的几只 坏气氛 架起和想赢就赢 封烟四起 今天早上都选择留 不过留之中 他就蝕不到 对面还是4叠 如其这样的位置 不如再推上去 起碼不用蝕 回来 又不是那么多 又不是 又不是 又是沿途贴蓝坑 后面一只大步走 也跟着他 三尺都贴蓝 后面威世之堡也是 第三段的步速 也比较慢一点 后面冲的不厉害 冲上来 王牌也开边 然后华弈 后面又是 也没什么去撲 第三段加快 23-5-1 前面那堆马就更好 出先法力 令嘉嘉先出来了 嗯 吻世之堡 这里就不太网空 最后都决定跟回 令嘉嘉的线上 追躋好 至少 大步走 其实他真是烂 只会烂过第四 那只力弱 那只就是5星特攻 好了,已經覆綁完畢,派賽作實了。 位置Q8搭12,派69.5,1搭8,派33.5,1搭12,派49. 三選一的派賽,勝出組合A2隔夜半,派23. 四連環,1號、8號、11號、12號,派359. 四重彩,8號、12號、1號、11號,順序派9,144. 馬寶派賽,頭關6號、刺關8號,派155. 頭關6號、刺關12號,安慰獎派42.5. 第二口的馬提亞,第六場、第七場派1565. 看完分段時間,頭段28秒44,第二段24秒03,第三段23秒51,末段24秒33,總時間1分40秒45.